第28題 小牙取不同的物質依下列流程進行實驗並觀察結果 當小牙以下列哪一種物質做此試驗 就會得到下土的結果 這個所謂的拿鋁箔包起來 然後留一個縫加熱就是我們做的乾溜的實驗 我們做乾溜的實驗的時候 我們是對有機物去得乾溜 最後得到所謂的碳 就這邊所謂的鋁箔的呈現焦黑的物質 這個應該就是所謂的碳 所以前面這個加熱的物質應該是屬於所謂的有機化物 它要有碳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A食鹽不是有機化物 B硫酸酮也不是有機化物 C氫氧化鈣也不是有機化物 所以只有我們的豬油是有機化物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 當小牙以下列哪一種物質做此試驗 就會得到下土的結果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豬油 因為只有豬油會是有機化物 它會得到一個焦黑的物質 就是所謂的碳